然后感谢那小手柄那游戏啊 那个七亿多人都在玩 别的都没啥了 大家关注一下小诅咒乐乐 好谢谢各位过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三号陈明俊 然后那个那KS眼睛肯定正常 他有度数吗 我都没度数呀 以后我也整个有度数 这种眼睛带啊 然后希望今天 那个一周只来两天 但是希望有机会能拿到金条 对拿个金条 然后现在没有了 过了 大家好我是许儿 金条跟你是没有关系了 好吧 我是金条大劫肥 本周的金条必被我收入囊中 只希望只要我不拿通灵师 反水不拿守卫 这周的金条一定是我的 过了 哈喽大家好 嗯 金条我也是想拿的 但是我想先不拿最后一名 别的没有什么 今天从上海来 就是在家休息还行啊 然后我们一会切磋一下 我相信今天的绝 我蛮舒服的绝 谢谢荣耀的拖鞋 感谢 过了 哈喽大家好 我发现前面的某些玩家 都有点太贪了 越想要的东西 反而越可能要不了 所以呢我就不一样 我对金条 一点点欲望都没有 我压根不想要金条 但如果你非要往我怀里送的 我也没办法 我会肯定还是会拿的啊 就这样啊 过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那个 金城大战赛 第一期的正赛啊 首先感谢饭狼对于我们节目的 大力支持 大家可以去抖音直接搜索饭狼 然后就有机会和我们一起来玩 这个狼人杀 同样呢 我们右下方的这个小小手柄 大家可以今天下载一下 下载之后会有截图 我们每天都会送大家不少福袋 中奖的这个代表师们 可以凭借自己的游戏截图啊 反正就一共发两张截图啊 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升级的奖励 然后大家一定要先下载一下游戏 参与一下我们的那个福袋抽奖啊 我就过了 嗯 大家好 我是舒亚信啊 先谢谢妮可的咖啡 然后我其实不怎么害怕鬼屋和鬼什么的 但是真的是恐高还是有点的 所以我可能这周这个月 我没有什么贪心想拿金条 就别让我去那个什么蹦极啊啥的 那个什么 那真是真受不了 真受不了 所以那个希望可以好好的发挥 那个今天的三局呢 我看了一下 都是三个狼睁眼 然后都跟狼队彼此之间都有不见面关系 所以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好好的碰撞一下逻辑 期待一下今天精彩的比赛过调 大家好 我是小九号荣耀FORAY 我不一样 我那个提前把名额让出去了 我从小就喜欢玩那种从高跳下来的运动 从小就喜欢 很喜欢很喜欢 然后对于金条的获得呢 我自己有清奇的思路啊 我觉得以我个人能力想夺得本周 或者本月的金条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我有清奇的方法 我去那个求一求 六号七号九号十一号呀十号这些 都夺得金条这个概率比较高的位置 我说能不能给我分一半 到时候你们获得了啊 求救他们到时候 然后右下角小手柄云上大路 大家快玩一玩 然后今天正在第一天 希望各位嘉宾玩得开心 希望各位观众看得开心 过掉 大家好 我是凡水啊 上一次直播是在大师赛 这次直播还是在大师赛 感谢王梗啊 一波美妙的勾引搞得我疯了三天 刚刚回来 大家好久不见 哈哈 那个金条我肯定也是想拿的 但是呢 我个人能力可能拿也是费劲 我虽然决定不了自己能不能拿金条 但是 我可以害人啊 我看谁想拿 我就懵懵 我懵懵吐他 我真的拿不了 我这还不行吗 干坏事我是一局 好吧 那个今天大家都是穿拖鞋来的 希望大家不要太舒服 一会不要睡着了 好吧 记得睁眼 好吧 那个今天那个 最近有下雨啊 大家出门都带伞 好吧 那个我们就加油 过掉 金条这种东西其实有没有 其实也无所谓 就像奖杯一样 对吧 哦你 行 因为大师说的是那个 没有没有准备奖杯 所以准备了金条 好吧 我希望你这一季能够拿 拿几根金条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这一季打完之后 我想用我的小金条做个双截棍 哈哈 我也不知道这个金条怎么样才能够 当然如果 弄个三截棍也可以 好吧 就谢谢大家 好吧 就这样啊 过掉了 那个什么小九号不用担心 你虽然有可能拿不到金条 但是你有小金毛 你的小金毛跟金子一样 金子一样珍贵 快掉 好 感谢我们的12位嘉宾 然后各位大门老师 首先大家记得下载一下右下奖的小手柄 给大家推荐一下 云上大陆 这款游戏几秒钟就能下好 大家可以下载体验一下 游戏里面呢 可以闯关打副本 我们今天直播间也会给大家抽四个大福袋 分别是现金1000 现金1888 苹果手机和苹果平板 只要提前下载好小手柄 中奖之后 唯一一个中词带抖壁的宝宝 一分钟之内四星之外带式的后台 提供两张截图 一张是手机桌面有游戏的截图 另外一张是游戏内界面的截图 就可以对话了 那大家记得我们下载好这款游戏 是要注册的 如果你提供的游戏界面截图 是没有注册的 也是无法对话我们的奖励 这点要额外提醒各位大门老师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一下 那我们马上在游戏开始之前 会给大家抽这个1888的现金付带 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一下 那打完这个小广告之后呢 迎来我们本周本季正赛第一天的重头戏 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本季的赛制规则 首先呢在分数方面 我们进行了升级 我们本季好人和狼人失败都是负一分 但是如果胜利的话 好人阵营是加一分 狼人阵营是加1.5分的 这是本季分数的一个升级 那么同样我们的惩罚也同样升级了 我们现在的每周惩罚是 不加塞级的最后一名当周 用第一名的名字做三行诗 彩虹屁表白 每周的最后一名要表白第一名 那每周的最后一名同时也要完成路人接彩 就是我们到时候会拍视频 大家会到街上去采访 成功让五名路人关注并订阅京城大师赛 了解京城大师赛 那每周的积分第一呢 与加三减算无关 获胜最多的呢 会嘉宾获得我们京城大师赛的一个定制金条 那么我们每月设计到加三和减算投石的惩罚呢 是每个月的倒数后三名会去花乐谷 在过山车大摆锤和跳楼机三项选择里 抽签三选一作为我们的阅读惩罚 那么因为我们本周已经是剩最后一周 才能到月底很快的 所以我们阅读的惩罚是积累到下个月 也就是我们五周之后会迎来我们第一次的阅读惩罚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们本赛季第十一季的冠军还有一个奖励 就是会在北京热门地方的一个广告屏 有一日的投屏宣传 这是我们第十一季的惩罚与奖励 那大家也看到我们屏幕的右下方 每季都会有一个王牌饲养员 我们的王牌饲养员本季也会有很多的福利给到大家 每周前三名的王牌饲养员 可以每周任选一局点播夜间歌曲 收官之战呢 可以来现场和主播同个准备休息室第一视角看 观看赛后 并且我们在投视后台新增了留言板块 每日每位嘉宾仅限三条留言 在该嘉宾发言时会在直播框正下方 与嘉宾的抖音轮播一起展现 那么我们本季度的王牌饲养员第一名 将由节目组送出周冠军同款的大师赛 定制金条一根 这是我们第十一季回馈到给各位王牌饲养员的福利 那我们的规则呢就是这样 大家记得多多支持我们的京城大师赛 也赶快把这些好消息奔走相告一下 可以关注我们的超话京城大师赛 以及我们的投视方式赛 我们京城大师赛的官博置顶 大家可以给你喜欢的嘉宾投视并留言 我们之后的留言会以弹幕条滚动播出的形式 展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那大家也不要忘记在八点到九点期间 为代表送一下人气票 我们那又迎来我们今天的下一项 就是我们本周有一个新版型 然后各位嘉宾也听一下 我们本周的新版型是狼王野孩子 然后狼队阵营是三张狼人 两张小狼和一张狼王 神职阵营是预言家 女巫猎人 白痴野孩子 野孩子 四张匹名 然后野孩子算额外的 野孩子身份节算是这样 也给各位丹麦老师说一下 混血儿和野孩子的区别 混血儿的获胜规则是跟榜样同 他认到好人为榜样 他就跟好人一起获胜结算 他认到狼人为榜样 那就跟狼人一起获胜结算 而野孩子是跟自己的身份底牌有关 野孩子是选择一名玩家成为自己的榜样 在自己榜样出局之后 他会在下一页因为榜样 榜样死亡愤怒 化身为狼人 跟狼队阵营一起带刀 然后野孩子我每天晚上是不会给状态的 野孩子如果你的榜样在白天被公投出局 那么你当夜就直接跟狼人一起睁眼 如果在我宣布夜间死亡信息之后 你的榜样死亡 那你在下一页和狼队一起睁眼 然后野孩子的获胜条件 是如果你变身为狼人 那你就按狼人的阵营结算 如果你的身份 你的榜样没有出局 就按好人阵营结算 但是如果你的榜样是最后一狼 最后一名或者最后一神 就是已经产生图边的情况了 那你就以当前没有变身的底牌 来结算你的阵营胜负 然后这是狼王野孩子的规则 然后野孩子在没有变身为狼人之前 被预言家查验为好人 在变身之后被预言家查验为狼人 然后如果野孩子的榜样 当夜死亡 在那一页预言家查验野孩子还是好人的 然后下一页之后才是狼人 对于这个版型规则还有什么问题吗 野孩子那个榜样死的时候 自己和狼队一起去分面 对自动化身为狼人 跟狼队一起震 我就不会给野孩子状态了 好 好 来 那各位大门老师对这个版型有什么想法啊 大家也可以去讨论一下 然后我们还是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视角一起慢慢盘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局已经介绍很多了 那就话不多说赶快开始 好 好 走吧 这个一部是超级快的 天天地一只别在吃就差 这还能有人来